美国女男明星布里特尼·格里纳 8月4日因故意向俄罗斯走私毒品而被定罪 被判处9年监禁 宣判前 格里纳向法庭道歉 并请求宽大处理 据报道 该判决是在这名31岁的女子 在莫斯科机场被捕 并被俄罗斯检控官指控 试图在她的行李中走私大麻油的6个月后做出 这位两届美国奥运会篮球金牌得主 上个月对毒品指控表示认罪 他的律师称他试图承担责任 并获得从心处罚 上周拜登总统的政府提议 与俄罗斯进行囚犯交换 提出释放被定罪的俄罗斯武器贩运商维克多布特 以换取格林纳和另一名美国被拘留者保罗·惠兰 多位消息人士称 俄罗斯官员反驳了美国提议 克里姆连宫周二还警告 美国的扩烟气势外交将无助于涉及格林纳的囚犯交换谈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